4BET 3K And now decision time as Sashimi slams in home 20,000 Sashimi跟大叔们的战斗也是非常值得一看 现在留下来的大叔就是Ronnie了 防篇A4来自于枪口加一的位置 好的 那么Sashimi是处于一个有力的位置 这个翻牌圈其实属性上还是比较干燥 作为顶踢脚的中队Sashimi也是有条不紊的来上一枪500 Ronnie前卫的过牌跟住来看一下转牌 这张A会让Sashimi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利润 因为他在形成两队的同时 Ronnie也目前成为了自己第一视角上顶队的排列 哎呦 转牌的这一步过牌全压 这下Sashimi也是历刃拉门 这个牌从获胜的角度 A4它是没有办法获胜的 但它有评分奥子 合牌发K双方是一样大的 合牌发K双方都将会形成 AK两队 然后呢就是挂酒 Sashimi自己有酒 跟如果你去挂公共牌面的酒 就变得一样了 所以说呢它有评分的希望 但从获胜的角度是没有的 当然那种也只是理论可能性 那么刚才通过两次的发牌 都是由Sashimi赢下 所以独得这个地址 这个翻牌圈是勾三 二三张草花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Sashimi手里是有草花A的 这个牌对它来说非常的关键 那所有人都过牌之后 我们看一看转牌是一张黑桃五 这个时候啊 A4的角度 也就是Roni这边 他一来是button的位置 二来呢 他现在是顺子排力 Sashimi打了这一枪一千 我们看看会得到怎样的回应 当然我们有一说一 由于牌面有三张草花 加上翻牌圈的多人底持 Sashimi处于前卫 如果有非常大的牌 他不动也是很正常的 因此这个A4呢 他不一定100%说会raise 有的时候跟注也会是一种打法 只不过每个人的选择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们还是来等待选手自己的决定 齐巴这个太多响呢 也纯属浪费时间是吧 没有太多的意义 好镜头就给到了男主角Roni 因为这手牌跟他来说 牌力的关联是相当的大 那果然这里也是并没有做加注 因为有一些可能性的保留 然后又可以保留自己合牌的一些动作的舒适度 所以我们才说 并不是一定要做加注 那合牌呢 Sashimi也是选择了过牌 其实作为这个勾一队啊 他Flop呢 是顶对抽花对吧 到了最后呢 花没抽成 对子的角度呢 算是一个第二大的对子在公共排名的击中轮次来说 所以他觉得摊牌价值是有的 但是其他的不太行 但是最后合牌 他过牌对手一动呢 他反而all in了 check all in呢 就是挡着草花A去达成炸虎 思维成绩还是很高的 但是Roni觉得这样的一个子弹数量 我这个顺子啊 碰到你更大的牌我也认了 所以有的时候对错之间 它是非常微妙的 那么也非常辛苦 大家如果喜欢看美女视频的 帮我们点赞和订阅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 Sashimi这里八九是卡六 四八的概念也非常的充足 卡顺抽花抽 同花是 当然了如果真的出一张 花色上无关紧要的流 比如说出张方片流 那么将会是一个四五六七八 一个是五六七八九 也会比较好看 结果呢是到合牌啊 八九就没形成啥东西 而四八作为同花的牌型 要打价值的话 表面上看起来比较难是吧 不过最终会不会成功呢 Sashimi又给回应了 Sashimi又做了pluff 又是一个Chicolling打在了对手的 童花这种准钢板的牌型上 或者说对于对手这种后手来说 这种牌型已经是绝对铁板 因为就这么一些马量 小花是绝对不可能负的 如果两个人是超级身嘛 然后你又有非常大威力的那种圈牙 那费那子可能都会想一想 所以在对于钢板的定义上 我们其实就可以定义为 对手不愿意气的牌 在短马里面呢 这种钢板的范围就会更宽一点 在非常深的马量下呢 钢板的范围会窄 甚至接近到Nuts是吧 好的枪口位置 口袋对圈是4bet到了4000 来圈圈跟草花A6 我们看一下这个翻牌圈是A13杂色面 圈圈呢是盖了A的帽子 A6这边 好 那么转牌这里是一张草花7 这时候的A6呢 作为顶对抽花 牌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顶对抽花 也觉得我不多啰嗦 你后手剩下这么一些 我也不想再有各种轮次的行动 干脆转牌 你动了手呢 我就罩着你的后手去打 你想要跟我玩呢 把后手的6000多就补进来 当然路上打光 依然是可以学上发牌次数好的两次都是Sashimi拿下 那么都得这个地址 啊 で拒绝了 A圈3半到了800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Sashimi这里 私有位置口袋对8进行跟住 A圈跟88之间 先来看看flop的三张是578两张草花 这样呢88目前是一个顶赛的排行 A圈作为两高张的 miss 在有利的位置还是决定 给对手来上这么一枪 88现在是夹住到了2200 所以顶赛特的排行直接在这个排名认为 有必要保护那很正常 不过我们上队视角会知道 因为A圈那边确实是纯空气 所以Sashimi的这个举动呢自然也是没有办法去获得利润 小毛位置AK目前Sashimi是再加注到了1000 那对于群群来说 这种排本身翻前几手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他跟AK之间会不会 嗯 好的 好的这边是再加注到了3000 翻前呢也是通过你来我往 现在Sashimi已经推出了圈牙 这个圈圈要再翻前做气牌 大概率来说应该现实性不是很高吧 他可能会把这些圈牙放开 油鱼那么久 貌似也在考虑要不要fold 因为从绝对的straddle数量来说确实比较多 但是Sashimi整个形象在大家的眼中也不至于说推起来的范围那么的谨慎嘛 在总体而言 所以说跟住Sashimi的All-in 拿圈圈这样的排力强度 通常来说已经是非常强了 我们从绝对的stretile数量来说 因为一个stretile是40 对吧 100个stretile是4前 你现在确实双方超过400个stretile 就决定来决定去还没拿捏好 打个算来算去呢 几乎就是把自己的全都投入进去 因为它虽然比Sashimi多一点 但是多起来也不多 它需要再补15000多才可以 把个深呼吸深呼吸 多次的深呼吸之后 貌似还是拿不定注意 Sashimi可能等的也有点不耐烦了 嗅出了圈圈 然后切牌了 那么好的 这场的激进呢 到这里先高一段落 我们后续更多的激进 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